最后做完大概就是我需要两个按钮 这个按钮应该是清除 一个是按一下它 它自动就输出了 反正就是两个按钮 OK 这是很简单的做法 那怎么做呢 怎么样可以做两个按钮 那但是呢 你又不用写程式 那这个最后的结果 所以第一个呢 请各位要注意一下 要怎么样写出 应该是两段程式 我们是用录的 不是用写的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可能你需要怎么样 先把这个所谓的开发人员的这个标签 先要叫出来 但是我不确定你们电脑是不是有重冠过 如果有重冠过 这个开发人员标签是不会出现 或者是你以前从来没有录制过聚集 或者写过VBA 那这个开发人员标签也会不出现 那怎么样让它出现 我先来讲一下 第一个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箭头 点击它在最上面 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里面点击之后的话呢 那特别注意上面有个常用 常用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叫什么 在功能区显示开发人员标签了 当然我现在把它打勾取消 你会看到这上面就没有开发人员的标签了 那什么时候呢 你会把它叫出来呢 当然是你会有需要 那理论上其实就是你要升级了 也就是说如果电脑里面 所以你可以瞄一下你同事的电脑 上面有没有开发人员这个标签 如果他要把它打开的话 显然他应该是有在用 表示他应该 可能有学VBA之类的课程嘛 不然的话干嘛把它打开 所以理论上 他会比较会有 像之前我有问过一个同学说 你为什么来学这个啦 因为他说他身边的同事 都有很多按钮 他一个都没有 所以他觉得他也要来学一下怎么做按钮 好 这个回答 这个真的 OK那 那有这种竞争的 那怎么做 特别重要 一先把其他mini里面常用 这个一定打勾 开发人员就出来了 OK 但是特别注意哦 2007是在这里 可是2010以后的版本 然后他不再常用 他在哪里呢 他在我上面这边有 因为在这里 这个是2010以后的版本 这个是2007的版本 在这里对哦 如果你是2010以后的版本 请记住哦 一样是其他命令 在制定会多一个制定功能区 把这个打勾就可以了 好 位置不同嘛 但是我想逻辑都一样 就是把开发人员叫出来 就是这样而已哦 OK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 在云端白板上面有照相 我也把它特别照相下来哦 好 那 再来的话录制聚集 那特别是录制聚集之前 你可能要先彩排一下 把那个过程录 就是录的时候有点像 你开始录影嘛 那你所有动作都录下来 所以同样的道理 他也会帮你把它全部 你的动作录下来 所以我做法上面哦 我利用这个吧 这个先把它删掉好了 我把它再重新做一遍 把这个 有没有 这个等下拖拉过来好了 按Ctrl鍵 按Ctrl鍵实际上哦 就是复制啦 复制工作表的意思啦 这样比较快啦 拖拉这样最快 不然一般的做法是按右键啦 右键还有什么 移动或复制 然后还要记得建立副本 还要给个 太麻烦了 用拖拉比较快哦 好 那这边的话呢 这边也许这个名称 我们叫聚齐好了 也许用聚齐的方式来做哦 OK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怎么样录制这个东西 这个不用的 delete掉 首先哦 第一个你大概彩排 因为我们等一下 第一个游标先放在外面 任何个地方 点击它 公式要不要删掉 不用 没关系 你就点击这边一下 再把这边打勾 把它把它入进去 所以我们直接来做一遍 没关系 上面有个录制聚集 对不对 录制 二的话呢 名称 名称也许我们给它取个名称 叫做什么呢 跟上面一样好了 就是叫 手机号码串接好了 反正就是 这边 打一个 给类似像这样 手机号码串接这个名称 按个确定 不过按确定之后 特别注意哦 你等一下做的所有动作 它都会帮你写程式 也就是你即便做错了 它也会帮你写出来 所以你不要乱做任何动作 因为都会帮你写出对应的程式来 所以我们就做应该做的 按确定 一 已经把它取代好了 OK好 一游标放在这边 对不对 二的话呢 请你再把它放在上面 资料编辑列 打勾 意思就是说 我 帮我把这个公式 加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你不用把旧的删掉 因为旧的删掉 你还要再重新做一遍 反而你保留的话 比较可以直接就录进来 然后再把这边点两下 不用往下拖拉 应该都知道吧 点两下 表示这个地方会自动全部填满 好填满完之后 那我们就做完了嘛 按停止录制 那另外还需要第二个按钮是什么 清除嘛 对哦 那清除的话呢 就是游标一样放外面 然后再录制聚集 那个名称的话也许叫做什么呢 手机 手机号码 清除好了 等等哦 OK OK好 按确定 好像之前有一个旧的把它盖过去 那一样哦 游标放这边 向下填满 向下全取了 那我的习惯呢 不用这样拉啦 我的习惯是 Ctrl Shift Shift是选取啦 Ctrl是方向 向下 Ctrl Shift向下 意思就是把这个方向帮我选起来 Ctrl Shift向下这个还蛮重要的快速键哦 Delete 删除了 再停止录制 这样应该没问题啦 反正很简单嘛 就是把那个动作做一遍就对了 但是无所谓的事情不要就是那个动作尽量不要做 所以你可以彩排过之后再来录哦 好 录完之后的东西呢在哪里 请你注意一下哦 录制完的东西呢 他会帮你把它放到这个聚集里面 那怎么知道有没有哦 点击他就知道了 有没有 一个 两个 那怎么知道有没有OK呢 按执行 有没有 OK 一个 清除 哎 做完了 其实你什么事都没写 但有没有程式呢 有 如果你想知道里面写了什么呢 这边有个编辑有没有 他会跳出 Visual Basic的画面 告诉你他帮你写了什么东西 有没有 两段程式 一定是sub开头 后面有个名称小瓜虎 and sub结束 这个就是我刚刚做的对应的程式嘛 都在这里 OK 但是这个也是我们未来需要了解的 怎么去 再针对你录制好的这个聚集做一些简单的修改 变成你要的功能 其实这应该我想最简便的 而且录制聚集 应该算是VBA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因为所有的其他城市都没有录制聚集这个东西 你不会写就就没办法 但是VBA你不会写没关系 他还可以帮你录出来 然后呢你可以再去做修改 至少你有一个基础 OK 然后待会再来看就是 如果你觉得说因为从这边执行好像有点麻烦 对不对 你希望在旁边多增加两个按钮 那怎么做 其实从这边有插入 有按钮 这个怎么做 我想待会再来看 请各位一先把开发人员标签叫出来 二试着录制两个 两个那个聚集试试看 那其实当然不是只有这个地方可以用 任何你以后 工作里面的任何重复性的动作 通通都可以录制聚集 也可以变成按钮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还没有要 就是对VBA还没准备好的话没关系 你先把录制聚集先学好 然后再来学VBA的相关的程式 你就懂得怎么样把它灵活的使用 很多功能其实就可以把它做出来了 其实我们在很多进阶的应用上面 可以先录制聚集再来修改 其实就可以达到你要的这个效果 然后试一下 看看这个方法 对